其實一字眉的人在工作事業上 一定是很好 那如果你的一字眉是兩個眼 就是兩個眼睛 那個眉毛夾在一起 那個人真的要很注意 這叫混淆黑白 一言硬拗 也是這樣子 他就會製造一些顛倒示灰 就是混亂的事情 跟黑的說作白 跟白的說作黑的 有時有些時候 他明明就說錯了 但是問題他就會 講到後來他 你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就是把假日 乙日 秉日 把所有的假日到乙日 乙日到秉日 就倒來倒去 那你倒來你真的是搞不清楚 所以那個叫指入為馬 請教宗英軍老師 哪些所面向的人 做錯事還強詞奪理 對啊 有些人就是明明就錯了 還要硬後人說死仔逆嘴邊 對 就是明明就已經死得 你那個嘴巴還那麼硬 老師不要看我 不是我 沒有沒有 我只是看的來賓們 我看的有律師 金甲 因為真的有一些男生就是這樣子 我不要說男生 我們現在連女生也有 因為如果說他這一段婚姻 不是他自動想要分開的 這一段情 感情是被分開的人 有時候真的就是會這樣子 那我們一定要知道 有些人就是這個樣子 他不代表 人家說硬拗不是拍雄 不是不好的像 只是他自己會認為說 我雖然錯 但是我覺得我這錯是情有可言 最怕就是這樣子 他覺得我是不對 我就因為你這段時間懷孕 那我還有我的生命需求 那這個我沒有錯 你這樣你就很痛苦 那我們想說 如果是萬一你是三角眼的人 這個叫空口白話 使活還要強變 硬拗明明就不對 那就是你會中間的那個問題 在溝通的上面 總是沒有根據的 有根據的 你就會捉在一起 因為有些人是記憶比較 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你記憶 他也會幫他這樣 所以說 滴膏倒菜刀 他就說隨便亂拗 拗到後來好像 你會詮釋你的錯 但是你會不知道 因為這很可能買東西 是因為當時我們兩個人 一起要買什麼東西 但是你寫下去 他就明明說是你的 所以這有時候就是 硬拗就對了 碰到這種硬拗的人 你真的是會很難過 所以是三角眼的人 通常比較有這種狀態 所以你有時候 碰到這樣子的人 有時候要用 軟的 跟他好好的說 把事情說清楚 那他有可能 因為你的失落 他會關掉你 他就不會這樣子 滴膏倒菜刀 什麼事情都拿來拗你 那這樣子就很辛苦 再來我們看看 一字眉的人 通常一字眉的 其實一字眉的人 在工作事業上 一定是很好 那如果你的一字眉 是兩個眼 就是兩個眼睛 那個眉毛夸接在一起 那個人真的要很注意 這個叫混淆黑白 一言硬拗 也是這樣子 他就會製造一些 顛倒示灰 就是混亂的事情 把黑的說成白 把白的說成黑的 有些時候 他明明就說錯了 但是問題 他就會 講到後來 你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就是把 假日 乙日 秉日 把所有的 假日到乙日 乙日到秉日 就倒來倒去 那你倒來 你真的是搞不清楚 所以那個叫子入圍 明明這隻入圍 他會要說他是馬 你也搞不清楚 你也真的是沒他的辦法 所以有些時候 你碰到這樣子的人 真的假的 如果能散就散 如果不能散 有些時候 你真的是碰到這樣子的人 你平常要有一個叫做 收集證據的習慣 也是要收集一些習慣 要不然到時候 他跟你說假日你用了什麼東西 其實有時候是炳日的 他就把它拗到假日來 假日拗到 到西日 丁日入日 亂七八糟 偷天換日 如果說你是沒有記帳的人 或是沒有在習慣性 有做那個 就是那些 應該講說寫日記的習慣 那你到時候就會被他搞得錯了 後來你想想不對啊 這明明這個跟這個是兩件事情 他把它拗成一件事情 或是把它夾在一起 所以你會真的會很困難 所以你碰到這種人 儘量還是要小心 來 那鼻梁中骨頭突出的人 這種人其實也滿多的 因為這個個性都會比較強一點點 他其實比較很強硬 所以他的個性上面 就是姿勢很高 很固執 脾氣又大 有時候你跟他講話 他開始 東西還沒有說 他東西就殺了 很固執 那所以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他是真的是講錯了 那你想要怎麼樣 要緩駁一下 阿拉伯中間 或是說男女朋友之間 我總是要 給我解釋個空間 他沒有給你解釋的空間 他那個什麼東西 只要他手邊有東西 哈利波特也有什麼話 就拿來就放棄了 就這樣子就對我過去了 如果你不知道傘 你一定會受傷 所以這個一定要小心 就是因為他脾氣太大 所以他就是 這個叫先下手為強 所以有碰到這樣子的人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說 好像感覺好像男生會這樣子 其實不見得 女生也是 有時候女生也會家暴男生 男生也會被打得亂七八糟的 所以你只要碰到這樣子的人 我們覺得都是要很小心 因為他是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緒 他不懂得什麼叫溫柔 他有時候把小事變成大事 他就會搞 其實這個有時候根本就小事 有時候是小孩子讀書 早上遲到 沒什麼大不了 但是他就會因為遲到 而說得好像他的那個 考試不好 或是他沒辦法考上什麼好學校 都是因為這件事情 說自己沒辦法 那這就到後來 而且都會變成是你的錯 所以你要記得這樣子的人 有些時候 因為他就是無理力爭 明明沒理由 他還是要爭爭 爭到說得有力就對了 所以爭眼白話 明明就是人家說 真的眼睛說瞎話 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你還是要小心 碰到這樣子的人 你還是要好好的注意 真的 以現在的狀態 男女之間 夫妻之間 如果可以的話 養成一個習慣 稍微做一個小小的日記 不要說日記 就是常常說 你什麼時候用了什麼錢 你有什麼時候罵了什麼錯 有什麼時間 我說了什麼話 這個話的誇無 是因為什麼原因 我說的 要不然他會給你 張官禮貸 那你就會很辛苦的 所以這都是強詞奪理的 一個面向 我們大家做參考 這邊尤律師要講一個案例 他真實碰過的 大家做老婆都要注意 其實都要注意 對 所以有一個離婚之後 前妻還被前夫家 回頭再給他衝康的 對 其實來找我的是太太 然後太太那時候 他還找我說他要告他前夫 我說你不是都 都已經離了 為什麼還要告前夫 他說因為他 之所以會離婚是因為 他在懷孕的時候 他的先生就一直在 使用那個交友軟體 交友軟體 在那邊約炮 結果剛好被他朋友看到了 他朋友就截圖 就傳給他朋友看 就是這位太太看 太太看的確真的 就太太的姐妹濤傳給 對 他們姐妹濤看到了 就傳給他看 那就說一看就 他姐妹濤也是在去上面 他姐妹濤單身 他單身無所謂 也逛上去逛逛 鄉野調查 對 逛逛鳥園 看到之後 太太就去問先生 那先生就說 因為太太在懷孕的期間 他有生理的需要 所以他先生就承認 是他一時衝動 可是他先生又覺得說 我只是一時衝動 我並不是說真的 我只是肉體上的出軌 我沒有精神上的愛上別人 所以先生也是不認錯 然後兩個吵吵吵吵的要離婚 然後這時候婆婆就出來緩家了 婆婆緩家就說 不要這樣子啦 那個我兒子只是一時的衝動 對不對 而且做媳婦的 你要正一隻眼 閉一隻眼 婚姻才會長久 結果聽到這個太太更生氣 真的 我也有婆婆出來 巧事情 這是最讓人生氣的婆婆 結果後來真的 一聽到這個 他來就決定離婚了 那離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倉促就離了 很多東西也沒有安排好 就是兩個就簡單簽了一個 很簡單的離婚協議書 就去互贈登記了 那登記完之後 他就開始要搬東西 那搬東西之後他就 某一天他回去搬東西 那鄰居就來問他說 鄰居就愛八卦 鄰居阿姨就來問他說 你們怎麼了這樣子 然後他就講沒有啦我們就 因為太太也不好意思在說什麼 反正就離了嘛 結果反而那個鄰居就開始說 是不是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是不是在外面外遇啊什麼什麼 結果一聽到 聽到鄰居的版本 而且不只一個鄰居喔 很多鄰居都是一直說喔 你先生好可憐喔 還要付你每個月十萬塊的散養費 其實他其實那個太太是一毛錢 都沒有請求 他只要小孩子的監護權 他什麼都沒有請求 結果他那個先生就在鄰居周圍 哇 把他講得很難聽 好 那就算了 反正他已經搬走了嘛 他不住在那邊了 眼不見為鏡 結果後來他開始上班了喔 因為總之要生活嘛 開始上班了 他公司就一直不斷 收到人家的黑函 就一直說喔 你這個人工啊 在外面跟廠商也不正當的來往啊 收受回扣啊 什麼什麼的 那可是其實 那因為一直沒有 太太就一直沒有證據 一直沒有證據說是前夫做的 可是其實他也沒有得罪什麼人啊 所以他只覺得說 一定是前夫在一直在衝扛他 一直不願意放手 所以他就問我說 那我就說那你要支持你前夫 那就是去告他吧 告他之前 因為在婚姻當中 他有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親愛配偶權嘛 好 那我們就去告 告了之後他先生很厲害喔 他先生就開始就反訴喔 就請求說他以前 幫他太太帶電的一些費用 也要他返還 那因為他律師當然先來嘛 就寫個金額 我就心裡想說 怎麼可能 那麼久了夫妻當中怎麼可能 你一些帶電的費用 你也可以保留證據 保留得這麼完全 對 需要證據 都離婚了 還會保留到現在怎麼可能 結果我們沒想到 後來訴訟當中 那個前夫真的很厲害 他每次墊什麼費用 他都會說 寶貝啊 我先幫你墊這什麼費用 多少錢喔 用簡訊 在LINE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禮婚嘛 對 那時候還沒禮婚 在婚姻期間 婚姻期間 帶電什麼呢 譬如說他 他帶來去健身房啊 他的健身房 健身房費用啊 會員費 會員費啊 然後他帶來去網購啊 網路的費用 他貨到付款嘛 他先去幫他取貨 幫他付錢嘛 他每一筆喔 他都會用LINE記下來 譬如說 他當然也沒那麼刻意啦 去領貨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寶貝啊 那個你今天那貨 我幫你多少錢 我幫你領囉 第一個他 嘴巴講得很漂亮 說我幫你領 提醒我幫你 就不用再去領了 第二個他跟他寫金額 金額的目的是說 我是不是付 我們付錯 我們多付了 結果沒想到這些東西 都被他一一的 他都保留著 他保留一百多筆喔 好賤喔 一百多筆喔 我很嚇到他想說 我想說十筆很多了吧 二十筆很多了 沒有一百多筆 而且一個截圖都可以 而且截圖上面清清楚楚 每個日期買什麼東西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很清楚的記錄下來 那後來就覺得說 算了就 大家彼此就和解 就撤告了 當然後來他的前夫 後來還是一直不斷地 還是不斷地騷擾他 好可憐 前夫後來交了一個 新的女朋友 也懷孕了 才沒有再來鬧他 真的 像這種老公還好趕快離婚 對 嚇死人了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